入府后,很多地方是外温度,已经超过37度,家里不开空调太热,大人都难受,开了空调又怕宝宝受凉,到底宝宝能不能用空调,让许多宝妈困惑,今天一个宝妈咨询我,夏季开始家里老人就专门叮咛了,宝宝太小,这个夏天不要开空调,但是三个月的宝宝已经出费子了, 宝妈觉得宝宝肯定很难受,问问身边的朋友,又听到几个人说用空调后宝宝发烧了,到底该不该用空调,宝宝发烧是不是因为空调引起的,怎么才能让宝宝健康舒适的过夏天,宝妈已经感到无所适从了,每年夏季的空调病人群很多,尤其宝宝比大人更易患上空调病,宝宝用空调后发烧,就是大家所说的, 空调病的一种,是因为家长使用空调不当造成的,只要学会合理使用空调,预防空调病,就可以让宝宝过个健康舒适的夏季 一,什么是空调病,很多人都有过这种经历,在空调房久而感到头疼,无力,还有感冒,发烧这些症状,这就是空调使用不当造成的。 二,怎样日防空调病,一,空调温度不宜过低,26度到28度即可,不能低于24度,室内和室外温差,保持5度到7度最佳。 二,每天早晚带宝宝去室外活动,呼吸新鲜空气,适当锻炼,增强体质,这时把空调空掉,窗户打开保持空气流通。 三,宝宝从室外回来时,最好先进房间,再开空调,宝宝身上有汗,一定把身上的汗擦干,再开空调。 四,空调房间带久了容易口干舌燥,房间,应准备一个加湿器,湿度保值在55同时给宝宝多补充水分,多吃水果。 五,空调滤网长时间不清洗,滤网上的灰尘等大致,就会吹进室内,散布在空气中,造成室内空气浑测,建议一个月清洗一次。 四,密地的室内空气容易浑浊,要经常通风换气,宝宝的房间三小时左右通风一次。 七,空调不要直接吹到宝宝,开空调室注意以上这些,就可以让宝宝远离空调顶,让宝宝和家人度过一个舒适的夏季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